大家好 今天來玩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您會看到這支影片 是完全是因為這個帶子 那這個帶子呢 當然喜歡使用 習慣使用同一個帶型的人 他對他自己帶物都有一定的使用方式 包括說他要置放他的東西 他怎麼取物 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這個課程來自於說 一個喜歡這樣子帶型的朋友 要求要幫這個帶型再加高3公分 其他的部位的條件都要存在 這就是考試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跟各位講一下說 這個作品他所會用到的一個地方 第一個是他是前後兩層 他會有雙層拉鍊的狀況 然後呢 裡面有幾個分隔帶 這是放卡片用的分隔帶 然後呢 側擋邊 側擋邊的擋部很重要很需要 他必須存在 OK這是前帶的部分 那後帶的部分呢 他需要一個按帶 可以放硬幣啊 可以放零錢 然後呢 中間這個地方就比較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他也是要求說 後面這邊要有兩個扣環 他可以直接就是用帶子 自己增加帶物的這個織帶 然後來做一個杯的一個效果 這是整體帶物的一個條件 在這裡 那慢慢的影片裡面就會介紹 怎麼去把它做出每一個部位 所要去營運出來的東西 OK這就是這支影片要跟各位分享的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